播出的军情最前线 我是军事观察员明美 我们说到在冷战时期 美国建造了27艘 安装有宙斯顿系统的 提康德罗加级的导弹巡洋舰 同时呢 苏联海军也研制并且装备了 更为庞大的基罗夫级 核动力巡洋舰 那么这样的两种巡洋舰 曾经无数次的直面交锋 甚至可以称得上是 冷战的标志冰 而在冷战结束之后 美俄纷纷主动的裁剪导弹巡洋舰 但是我们发现 就在最近 美俄又纷纷重启 封存已久的导弹巡洋舰 并且用最新的技术 对它们进行升级和改造 那么美俄纷纷唤醒着 沉睡的冷战巨兽 是否意味着 两国之间的对抗 再度是剑拔弩张呢 2014年12月16日 盖茨堡号导弹巡洋舰 在结束为期9个月的海外部署后 返回位于佛罗里达州的 梅波特港 准备进行为期4年的新一轮升级改造 随后 2015年4月 曾经在南海地区 差点与我国登陆舰相撞的 考鹏斯号导弹巡洋舰 也返回位于日本横须赫的海军基地 开始升级改造 据媒体报道 从2013年开始 美国海军就计划升级12艘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 将它们打造成为一级专门从事反潜 水面作战或弹道导弹防御的战舰 并准备为每艘巡洋舰花费大约 3.5亿美元的改造费用 据美国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发言人 拉尔森中尉表示 经过此次升级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 将至少能够服役到2034年或者2044年 不过就在美国海军大张旗鼓准备升级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的前几年 2009年11月11日 俄罗斯国防部时任副部长弗拉迪米尔·郭伯夫金 就对媒体表示 将重新启用三艘满载排水量达2.8万吨的 击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 据媒体报道 苏联总共建造了四艘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 其中第四艘彼得大帝号 一直在俄罗斯海军中服役 其他三艘基洛夫号 弗隆之号和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 本因为经费问题被封存已久 如果此次俄罗斯真的能够重启这三艘核动力巡洋舰 则意味着曾经的红色海上巨兽 即将全面复活 美国和俄罗斯他们在巡洋舰的升级上 意图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美国它是提康多罗加级的巡洋舰 现在主要给它的升级是增加它的信息化程度 和它的进程的导弹防御系统 因为它的提康多罗加级导弹巡洋舰 这样把这个整个的就是进程的和中远程的都加起来 它的这个去防空的能力就更强了 这是美国在提升它巡洋舰的做法 就是它的意图 我们看每个双方的巡洋舰都处在一个升级改造的计划当中 那么究竟这种升级改造 会为两个国家的巡洋舰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提康多罗加是美国海军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研制的一型导弹巡洋舰 该舰长172.8米 宽16.8米 满载排水量1万吨 除在舰手和舰尾装备两门127毫米舰炮之外 还安装了两座四连装鱼叉反舰导弹发射装置 以及122枚防空反潜和巡航导弹 最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提高该舰的防空效率 美国海军还专门为它研制了大名鼎鼎的宙斯盾系统 不过由于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 研制和服役时间较早 部分早期型号甚至并未采用如今 已经十分常见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 这让其装备的宙斯盾系统 在高强度防空作战中无法占据先机 因此美国海军此次主要针对这个关键环节 进行升级改造 据媒体报道 升级后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将安装全新的垂直发射型海麻雀导弹 一个原先的标准导弹发射行李 可以安装四枚改进型海麻雀 这无疑可以让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 载弹量提升四倍最多可达488枚 垂直发射的改进型海麻雀除了能够应对低空高速飞行的反舰导弹 直升机等常规目标外还可以集回在水面上高速机动的快艇 与此同时 据媒体报道 俄罗斯三艘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 也将在升级改造中 安装射程更远的S400防空系统 未来甚至还有可能安装更加先进的S500防空导弹 在海战中 如果你要争夺制海权 首先要有制空权 你没有制空权就要挨炸 所以你的制海权就谈不上 那么巡洋舰它的防空能力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为像美国它的巡洋舰在出航的时候 主要是为航母进行区域防空的 那你的防空力量当然强了 那么现在美国重点强调的是 它的这种战略反导能力 也就是标准三型的这种中远程 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 但是进了呢 金城的导弹怎么办 这个掠海飞行的导弹怎么办 包括这种超低空袭击的飞机怎么办 那我们看到美俄都将自己的巡洋舰 拉出来进行升级改造 但在这个时候 美国的众议院却给出一个让人 琢磨不透的消息 2015年4月29日 就在考彭斯号导弹巡洋舰 返回位于横须鹤的母港后不久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海上力量与力量投送子委员会主席福布斯 批准了一份报告 成为引燃美国海军内部 一场激烈争端的导火索 据媒体报道 在福布斯批准的这份报告中 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内容 那就是将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的现代化改造工期 由原来的四年缩短至两年 而根据原来的计划 美国海军每年将对两艘导弹巡洋舰进行现代化升级改造 工期不超过四年 同期开展现代化改造的舰艇数量不超过六艘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改造工期被大幅缩短 引起了美国海军内部众多强烈不满的声音 自委员会副主席考特尼认为 这种盲目压缩工期的行为将浪费时间并增加开支 因此他对福布斯的决定持反对意见 考特尼认为 目前考彭斯号和盖茨堡号两艘导弹巡洋舰 如果缩短改造工期 一旦在今年12月将预算上报至总统 海军将暂停或者延迟巡洋舰的改造工作 并需要与船厂共同研究 如何在一半时间内完成同样的改造任务 进而不得不推迟其他海军舰艇的建造进度 而四年的巡洋舰改造工期 可使船厂合理的安排改造进度 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其实众议院和美国海军 在巡洋舰的留舍的问题上 有很大的矛盾 今天我们讲 美俄双方他们在升级各自巡洋舰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细节大有不同 在美国海军装备的27艘提康 船实力和经验 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2013年美国海军宣布将升级12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时 却在备忘录中明文规定 这些巡洋舰只能待在各自母港的修船厂内 接受一系列现代化改造 这些母港包括太平洋沿岸的圣迭戈和大西洋沿岸的诺福克 除此之外 甚至还有在日本的横滨和横须鹤两大港口 而和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的升级计划完全不同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的前两艘基洛夫号和弗龙之号 已经开始在著名的北方机械局造船厂进行重启改造 而第三艘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 则正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 依造核潜艇文明的北德文斯克造船厂进行升级 它们都是装备齐全的综合性大型造船厂 目前看的这几艘基洛夫 你表面看恐怕总体结构还在 但是内部的东西 如果按照目前的建造计划和改装目标 有可能能剩下的根本就不多 由现在风吹日晒这么多年 内部结构包括外面的一些设施 你看到以后 你不相信这是一艘能够战斗的军舰 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种严重的袖拾和腐蚀状态 而且这些船长期在港口没人管 有的有可能很多设备就已经被盗窃 你比如说你炮管 它给你锯掉一锦 里边这腰面的东西 它给你搬走一块 像这些七零八落的东西 对于这两艘作战舰艇 或者三艘舰艇来讲 已经司空见惯 所以目前所存在的一切 有可能在未来的建造过程中 全部要移除 比如现在能够保留的 比如剑壳能保留 这没问题 它一般的小偷偷不走这个东西 另外它总体结构能够保留 但是一些精细的设施 包括现在的发动机 包括以前的一些基本结构 恐怕全部会移除 目前的上层建筑 能保住三分之一 也就很不错了 我们发现俄罗斯 它的基罗夫级 在锦绒密鼓地进行重启计划 但是美国却是突然大手笔地 将九艘提康德罗加级 进行了封存 这究竟是该的情况呢 据日本媒体报道 6月18日 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 导弹巡洋舰中最先进的一艘 前塞勒斯维尔号 驶进横须赫基地 该舰装备有先进的 宙斯顿基线九型作战系统 具备一体化防空火控能力 该系统除了升级更快的计算机 和更好的雷达之外 还首次允许美军舰机 共享目标信息 协同将来袭目标 摧毁在地平线之外 据称 目前正在进行升级改造的 盖茨堡号和考彭斯号 也将装备这一系统 而且未来这两艘巡洋舰 一旦完成改装 也将建筑横须赫基地 和前塞勒斯维尔号 一起成为美国海军 在亚太地区的防空前沿 与此同时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重启后的三艘基洛夫级 核动力巡洋舰 将会被打造成为 当今世界最为强大的水面舰艇 然而外界却对基洛夫的 重启改造计划并不看好 实际上 早在2001年 俄罗斯海军就通过 一项庞大的军费预算 计划花费3000亿美元 打造包括航空母舰 驱逐舰和护卫舰在内的 一整套新型舰艇 然而 面对军费不足 硬件设施落后的困局 俄罗斯海军不得不压缩 自己的红尾蓝图 转而改装和修复一些 仍具潜力的老式舰艇 此次重启三艘基洛夫级 核动力巡洋舰 实际上是俄军方高层的 无奈之举 而三艘基洛夫已经封存多年 即使安装先进的电子系统 和防空系统 未来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也是一个未知数 提康德罗加和基洛夫 是美苏海军 在冷战时期打造的史前巨兽 他们曾经让世界时刻置于 核战争的威胁之下 然而 随着冷战的结束 他们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 但是此次 因乌克兰危机而导致的 对峙和冲突中 美俄又纷纷将他们唤醒 提康德罗加和基洛夫级巡洋舰 重返海洋 究竟会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希望 还是重回冷战的阴霾 在人们的心中早有答案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情最前线